提到有關定義名稱 所以定義名稱記得先把101這邊的D2到J2選過來 然後Ctrl Shift向下 意思就是說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記得在它的左上角這邊 輸入什麼輸入它的名稱 這邊也許我叫開講101 Enter OK 然後它名稱就進來 102的話也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一樣輸入開講102 Enter 那可是如果我做完這件事情 那如果將來範圍變更的話 或者是說我範圍選錯的話 那我要怎麼確定說我選的範圍是不是正確的 如果你要做範圍名稱重新定義的話 你可以再找到一個叫做公式 上面有個公式對不對 公式裡面有一個叫名稱管理員的功能 也就是說你點選之後呢 你剛剛增加的名稱都會在名稱管理員裡面出現 OK 比如說開講101對不對 它對應到就是下面這個範圍 OK 所以如果你要變更 第一個你要確定對不對的話 你油標放下面就可以了 它會自動幫你把它對應到那個工作表的那個範圍 然後並且用虛線讓你知道說你選的是不是這個範圍 當然如果是正確的話那就不用變更 可是如果錯誤的話你可以重選然後再把它打勾 這樣它就變更了 OK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實在是不對的話你乾脆可以把它刪除 或者是做一個編輯都沒有關係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以後呢你這個範圍假如選錯是可以修改的 那修改的位置記得在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這個其實還蠻我是覺得還蠻重要的 但是我發現很多人好像不太會用定義名稱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其實等於拿這個功能有點像把ecell當資料庫 關聯式資料庫來用的概念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們102年就可以把它統計出來了 不過再講102年之前假設我希望那個機率 一般像這個2.45%其實就蠻清楚的 但是如果我覺得這樣好像還不夠 我希望它能夠改成一個格式 這個格式的話就是以1萬當分母 然後呢把它出現的次數1萬次出現幾次放在分子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這樣也還蠻清楚的 所以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第一個按滑鼠右鍵 找到儲存格格式 其實只要先點那個B2就可以 因為B2做完之後可以上下填滿 讓它格式再往下 那底下百分比下面有叫分數的 那分數裡面的話你會發現它有很多 比如說哪個當分母 哪個當分子的話就原來的數字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以1萬當分母 但是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它只有以100為當 最大的100沒有1萬那怎麼辦 那跟各位講以後如果這個格式不存在的話 其實在Excel裡面呢它提供一個比較自訂的功能 所謂的自訂就是說它可以針對什麼 你比較接近的一個格式 允許你再修改的功能 修改的這種需求 也就是說你會發現在Excel裡面很多格式 它有提供 但很多也沒提供 所以沒有提供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自訂格式 所以我發現很多人也不會自訂格式 比如自訂一下 那你會發現要怎麼自訂 特別是要先選 記得先選接近的 先選以100為分母 你要先點一下 然後再點那個自訂 它會把什麼 把這個以100為分母的背後公式 幫你顯示出來 有沒有發現在哪裡 在類型的下方 它會出現什麼 一個緊字號 然後問號問號 後面的話就100 所以其實應該可以理解吧 如果要變1萬為分母的話 要怎麼做呢 再補兩個0不就好了嗎 這樣OK了啊 就是這樣真的很簡單嘛 OK按確定看看 對有沒有 1萬當分母 然後次數 1萬次出現的次數 當分子 就有了 OK 所以其實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很多地方格式都可以自己自訂出來的 OK 而且還蠻多功能 你會發現剛剛那個自訂的裡面 那個公式其實是非常非常多的變化 可是很多人根本不太用到 所以順便講一下 然後再來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滿 好 那101年OK了 那102年怎麼做 其實定義名稱還有個好處 就是我們剛剛開獎101的範圍 定義成...開獎101嘛 那開獎102就開獎102嘛 對不對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定義名稱另外好處是 直接把名稱複製過來之後 直接取消貼到這邊來 那因為它的名稱只差一個字 所以只要把開獎101怎麼樣 改成開獎102就好了 有沒有 然後這邊一樣改開獎102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又完成了開獎102了 所以定義名稱我覺得這個地方還蠻好用的 有沒有 然後如果你開獎103 繼續繼續貼貼貼貼 很快就OK了 那格式部分最後你可以把它帶過來 因為這個格式要跟 左邊這個一樣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什麼 複製格式 有個刷子 可以把這邊的格式 按一下就可以了 複製格式的話 它其實還有不同用法 如果你按一下 它就複製一次 可是如果你按兩下 它就可以連續複製 OK 這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我這邊只有一個 我就直接按一下就好了 這樣複製 可是呢 如果將來有種狀況 就是可能你有三個 那如果你假設用剛剛按一下複製一下 它就不見了 所以這個時候 你其實是可以按兩下複製格式 把這個格式按兩下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你點一下之後 你還可以再點第二下 還可以再點第三下 也就是如果你好幾個的話 它不是連續的話 那你是可以一直點 那什麼時候取消呢 就是當你再把它點掉為止 所以複製格式的話 有點一下點兩下 OK 然後快速再把它填滿 還是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 開獎101 開獎102的機率 通風算完了 那合計的話 我是希望 假如兩年 到底加起來哪個機率最高 所以最簡單合計 就是把兩年加在一起 所以等於什麼 等於這一年 機率 加上這一年的機率 兩年加在一起 然後向下填滿 那最後的話 幫我排名一下 那排名的話 這裡我們用到那個 RANK等於Q好了 OK 插入一個 一樣統計類裡面的函數 叫RANK RANK.EQ 然後RANK.EQ的話 它其實也會跟你要三個資料 第一個 它的機率合計多少 就是這個 第二儲存格 第二個的話 就是REF 在哪個範圍 哪個範圍 就是從第二一直選到底 所以儲標一樣放在第二 然後Ctrl-Shift向下 然後Ctrl-Shift向下 OK 就是第二的合計結果 在第二到D43裡面 到底它是排第幾名 所以最後一個Oder Oder的話 就是0或省略 表示D- 就是高的在上面 D在下面 所以我們理論要省略好了 記得最後還有一個地方要注意 因為待會我們這個地方按確定之後 會向下填滿 所以一定要記得 這個D2到D43 因為這個範圍一定是固定的 所以記得在2跟43前 一定要加什麼 錢的符號 所以加一個錢的符號 2的前面加錢的符號 43前面也加錢的符號 OK 好那這樣完成了 不過啦 會不會有同學說 老師 這個地方REF 它也是一個範圍耶 那我可不可以 像剛剛定義名稱一樣 我不要這樣子 因為我每次都忘記 我發現很多人都忘記要加錢的符號 所以這個地方 可不可以像剛剛一樣用定義名稱 當然可以啦 所以如果你說 老師我不要用這樣的方式 這樣排名有沒有 我如果想要把 剛剛的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把它改成 用一個名稱帶 什麼名稱呢 比如說這個叫合計好了 那我把合計名稱先Ctrl-C 然後游標放在D2 一樣Ctrl-Shift向下 把D2到D43這個範圍 叫做合計的話 Enter一下 那將來呢 這個範圍就叫合計 那你如果說剛剛這個地方 我們REF不要用D2到D43 我一樣可以按F3 它會跳出一個合計 有沒有 然後你把合計 帶到這邊來 按確定 那結果會是一樣 一樣 只是說 最後不用加錢的符號 而且這個名稱 感覺會更 怎麼講 看公式相對會比較友善一點 因為名稱應該都看得懂 所以這個方法我是還蠻推薦的 OK 另外有一點 將來如果這個要配合VBA的話 程式也比較不需要修改 因為直接輸出名稱就好 不用像說 要先檢查裡面是不是有雙引號 或者是還要再串一個什麼變數 相對會少很多 用那個名稱會簡單很多 OK 按確定 這樣就上下填滿 基本上就完成了 OK 那完成之後的話 如果我希望 再把這個東西 因為假設 這個工作呢 我每天都要Run一下 因為可能有新的資料進來 然後可能像這種彩券 一段時間又更新了 那更新的話 可能會有新資料進來 然後我要Update它 所以將來我希望說 可以變出幾個按鈕 讓我按下去先把舊資料清掉 然後再按下去 就把資料重新再計算過一遍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就是說 可以把這個公式重新再輸入 然後它可以再產生 變成最好是按鈕式的 我就不用每一次都重新再來過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我們又把這個 102年的機率 其實這個版簡單的 直接貼過來就好了 所以前期你要先定義名稱 如果你沒有定義名稱 或者你名稱定義錯誤的話 應該會看到一個錯誤訊息 警 警字號就是錯誤 後面加Name Name的話呢 記得就是你定義名稱錯誤 Name有沒有 所以以後你看到那個警 然後後面加一個Name的錯誤的話 理論上就是你那個定義名稱的地方出錯 那你要檢查一下 哪裡檢查 公式裡面名稱管理看一下 OK 對 如果沒看到沒關係啦 將來如果那個Name 比如說什麼呢 比如說我像把合計先刪掉 你看喔 刪掉之後會發生什麼錯誤 如果合計沒有對不對 你會發現錯誤出現 有沒有看到 警Name問號 OK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假設看到這個 警Name問號的錯誤 那不用想太 就是直覺 八九不離十 什麼 就是公式裡面喔 他有一個名稱看不懂 哪個名稱看不懂 合計這個名稱 所以呢 那怎麼辦 你就檢查一下 在你的名稱管理 有沒有合計這個名稱 沒有 那沒有怎麼辦 那補上就好了嘛 補上之後他就變正常了 怎麼補呢 還記得吧 這個名稱先Ctrl C 然後把這個範圍 Ctrl Shift向下 給他一個名稱 就這個範圍喔 第2到第43 他叫做這個名稱 記得喔 把名稱輸入上去 按一個Enter 這樣的話呢 名稱就會被記錄到 那個名稱管理裡面了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他已經抓到那個名稱了 所以呢 排名部分有沒有 剛剛是 警Name問號的狀態 馬上又恢復正常了 也蠻常同學發生的 因為常常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要發生 警Name的錯誤 應該知道吧 就是你那個名稱檢查一下 其實沒有很複雜 我是覺得就是 因為他這個一定是 一層一層關係 如果你少這個 他一定出現那個錯誤嘛 OK 那你把那個問題解決掉 這樣就OK了 試試看好了 那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就是說 希望把它變得更自動化 所以呢 後面還會再銜接VBA的部分 試試看 先把它計算出來 然後排名字計算 把它做出結果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相加 這個機率加這個機率 所以B2加C2 這兩個加在一起 那名字的話呢 就是RANK.EQ 然後 那至於說這個 這個合計 你要不要加這個 沒關係啦 不過我建議你可以多練習 這個定義名稱真的很重要 如果不會 我說真的 我說真的啦 很多地方應該會讓 你比較容易產生錯誤 第一個 第二個 光看公司都覺得看得很心煩 那如果你假設每個地方都定義好名稱 以後真的蠻方便 我蠻喜歡按S3 有沒有 以後選的 清單出來點一下 清單出來點一下就好了 對不對 而且你有時候 工作表太多 你根本不知道 你資料在哪個地方 你還要慢慢找 不用啦 263清單出來就有了 這樣的話我覺得也比較好 就是對資料的那個整理上面 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另外公式簡短之外 將來也不用加那個錢的符號 OK 第一名稱不用錢的符號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把剛剛講的先練習看看 一下